好 各位善知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我今天 今天早上坐高铁 我想说那坐到这边才九点 应该就可以坐十点那一班回去 我想说九点半没有人来 我就可以再坐十点的回去 那个代表我们这一班同学 都无处去了 这个难得临修四天 临修四天 所以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无出气 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家伤了年纪了 我还没讲完嘛 你这么紧张 对不对 要有禅定的功夫知道吗 我还没讲完 当然有个最主要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大家精进 这个是值得赞叹的 值得赞叹 所以各位我们在学东西 有的人在学东西 他一学了 他就会用 各位几个例子 比如说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你不会唱 那你只要学完了之后 你马上那有没有 就会什么 就会白天也唱 晚上也唱 连洗澡的时候什么 都也在唱 学了之后马上就会唱歌 比如说那对不对 比如说有一首曲子 你不会弹 你学了之后呢 可能两三天之后呢 那你就会弹 来请进 来进来进来 那里还有个位置 你坐那里 你们以后出门 不用这么准时啦 不要准时坐那一班啦 提早一点啦 所以学了一首歌 你马上会唱 然后学了一首曲子 甚至你马上会弹 甚至你学了一个舞蹈呢 你过几天你就会跳 但是我们学佛学很久了 感觉上好像还是用不太出来 各位这是 这是相当相当可惜的 各位那大家会用 常常只会用在哪里 大家会用在临时抱佛脚 或是半月做噩梦 你才会念 才会念阿弥陀佛观世音 不然就学一学之后 就学来做早课 然后做晚课 但是为何在日常生活 时时刻刻不会用呢 各位这一点真是蛮奇怪的 各位为什么蛮奇怪的呢 这是代表说 这是代表说 你在学佛法的时候 你没有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各位 其实你要体会在 你要体会在你的法门 就在生活当中去练习 各位是你的法门 在生活当中去练习 但是一般人 他的方法 他是专门有一个时间 修他的法门 有没有 然后在生活当中 他就没有办法 跟他的法门结合 各位我们这样学习 真是很可惜了 大家今天来这边学谈经 原则上万变不离其中 那个中心思想呢 就是你的心 那我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你上班有没有带心去上班 我在你上班的时候 有没有心 那你下班的时候 有没有心 那你睡醒的时候 有没有心 那你睡早的时候 有没有心 有 你心情好的时候 有没有心 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没有心 那跟变吵架的时候 有没有心 对 也是有啦 各位真的是有 所以各位 所以你以后 不要再跟我讲说 是我不会在 我不会在生活当中修行呢 诸位 从朝到暮 时时刻刻 你什么时候没有心 各位你不是都有心吗 对啊 那你 那你为什么 不会在生活当中 修行呢 因为 因为你的心 根本没有离开生活 根本没有离开生活 各位你的心 真的没有离开生活 啊 原则上我们太不用心 为什么叫太不用心 我们总是会觉得说 我们日常生活 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叫理所当然 你知道吗 各位我现在 我现在这样这样问 我这样问 来这个心和 你为什么是女人 你看 你看 有没有 他本身 陈文正 性别写什么 写你啊 写了五六十年了 然后我现在问他 他才跟我讲说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这个 对 那心正 你为什么是别人的吗 啊 当人家妈 当这么久了 对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别人的吗 来 我问你 你只要答得出来 你今天就会过得很好 为什么 为什么猫走路要走在地上 没有关系 我还没讲完 你只要你答不出来 你会活得更好 你答得出来 只是今天活得更好 你答不出来 你会活得更好 所以我现在所讲的 这个就是 你活一辈子 你看东西都是理所当然 那这个兰花 这个茶杯 这个天风上在转 这个叫做不用心 你 你给我问我说 十五岸 那这个不是每个人 都知道吗 我说你不用心 比如说我现在问你说 呢 对 这个树叶为什么掉下来 你也不会想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人就会想这个问题 那一个人看到苹果掉下来 有没有 他就会思考说什么 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对不对 他为什么往地上掉 他为什么不往天上飘 那一个人还不是蚕食 对不对 那一个人只叫做牛顿而已 诶奇怪 苹果掉下来 对不对 你看一辈子 你也不会去思考说 他为什么掉下来 对不对 是啊 那人家他为什么 会觉得 诶 为什么 各位一样的道理 我刚才问你们很多问题 你们都觉得理所当然 比如说为什么是 对不对 为什么你是女人 那各位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就是要跟各位讲一个概念 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在看什么 也就是说 你这样一辈子在看看 你不知道在看什么 因为 因为你从来 都对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没有产生怀疑 各位 这个怀疑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各位 不论你是求学问 还是你今天你要开悟 你都要先产生一个 然后疑情 就是对这件事情产生疑惑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有一天呢 有一个学人 到 到一个试验呢 去参学 那个学人呢 到那个试验去做参学 参学的一段时间 有一天三更半夜呢 就大喊一声 我开悟了 结果呢 把试验的人 多多还没有 还没有打板做早课 有没有 三更半夜 大家 就被他声音 吵醒了 然后隔天早上 那个试验的住持呢 做完早课之后 就直接讲说 说你是谁喊 他开悟了 站出来 那个学人 他就站出来 站出来之后 那个住持就说 你开悟什么 你说说看 那个学人 就这样讲 他说我悟到 师姑原来是女人 讲完之后 那个禅师呢 就离开那个地方 到处 就去风华一方 诸位 他真的是开悟了 对 他悟到师姑原来是女人 我刚才问他的意思 有没有一样 你为什么是女人 他答不出来 所以他没有开悟 对 我问说你 为什么是别人的妈 他答不出来 所以他没有办法开悟 对 我问说妈 为什么 对 要走在地上 他答不出来 庆幸 大家都答不出来 这样大家心中 比较安慰 五花骨子都差不多 谢谢这么久 这个诸位 其实公案本来是不可以解释 他不可以解释给你听 本来 真是本来不可以解释 但是 但是很多同学 每次听到我 很多时候听到我讲道理 或是讲公案 假如不讲答案 很多同学好像什么 就觉得意有未尽 希望说师父 你可以告诉我答案 但是各位 我告诉你的答案 我只能够这么说 答案没有标准答案 答案没有标准答案 只要你能够领悟 有没有 那个就是好答案 其实今天只是说 这一句话讲下去 能够触动你的心 其实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他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我估起来跟各位这么说明好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终于悟到了 他悟到什么 他悟到说 师姑原来是女人自己做的 如果你还听不懂 我再讲一句话 原来和尚是男人什么 自己做的 我这个和尚 是我这个男人自己什么 自己做的 就是我自己什么 我自己选择的 我自己做的 那原来一样的道理啊 原来众生是你自己什么 是你自己做的 相对的 佛也是什么 你自己做的 如果我在问你 你就会觉得很好玩 我不要问心脸 我不要问心脸 后面那你 来 我不要问你 因为心脸已经收到 他就七座了 所以答案跟没什么 跟把没什么 同样 来 我请教你 你是凡夫还是圣人 你为什么要做含乎 可以告诉我吗 不是啊 我是说你为什么要做含乎啦 你自己为什么要做含乎 告诉我答案好不好 告诉我这么样 这么样克服的答案 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辛苦苦做含乎 为什么 因为有问题 你现在你刚才不是懂了吗 我现在是当圣人啊 当圣人啊 没有人的主意 没有人去共同去拔党 哎呀你也是啊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这到底是什么情形 啊 诸位 快乐不是求来的 幸福不是求来的 觉悟也不是求来的 圣人也不是求来的 而是 而是你可以决定的 我几个例子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各位 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决定的 但是它没有定义 各位 为什么它没有定义 各位 因为你讲不出 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 你讲不出来 我有说错吗 各位 你可以很清楚的 告诉我什么样是幸福的人吗 各位 你讲不出来 对 因为 因为你在怎么讲 它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 你没有讲到 各位 比如说 比如说你说一个幸福的人 他就是 对不对 家庭和睦 夫妻恩爱 然后呢 对不对 子女孝顺 但是你还没有讲出来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的幸福感有没有存在呢 还是当你生病之后 你幸福感就消失了呢 好 我现在让你 对 身体也很健康 但是当别人不尊敬你的时候 你的幸福感有没有消失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 他 他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但是问题呢 你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从今天开始 当个幸福的人 各位 这个东西是 你可以决定的 好 各位 你可以决定的 但是 但是很奇怪 我们 我们的内心世界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好像 不能够这样的 一下子就举行 为何不能够 一下子就是举行 那个这个当然就是说 你对你的心 还不够清楚 你对你的心 还不够了解 所以呢 所以接着我们就要来上什么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 这一段 好 你问 好 我要解释一下 你现在所讲的 攀缘 跟我讲的不一样 意识不一样 举个例子 专注会有定力 攀缘 中在物 各位 攀中在物 也就是说 世界上所有的道理 其实都是一致的 你只要 你只要对一个道理 你能够 对 能够去 能够去领悟 比如说我去看说 花为什么会 他为什么会开 这个不是攀缘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攀缘 对 这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看到这个东西 各位 他会触动我 各位 我举个很简单 一直给你听 我以释迦摩依佛的角度 解释给你听 对 世尊看到别人生老病死 他不是马上起疑情吗 你觉得说 对 为什么人会生老病死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跟很多因素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 世尊才悟到十二因言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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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这样的心 怎么会这样的一直轮回呢 好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看佛经也是一样 世尊阅读明星开悟 诸位 他看到什么 他有跟你讲吗 他有跟你讲吗 他 他为什么 阅读明星 奈撒那 他开悟 他悟到什么 各位 你去查任何的经典来 他都没有告诉你这个公安 我有说错吗 没有 好 那 那世尊 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都讲一句话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有没有 这个也是个公安 好 至于至位 那还有 还有一个大家 耳能收想的公安 然后大家都以为懂 什么公安呢 世尊脸花 加设什么 微笑 好 我现在请教你一下 世尊那个时代 只有加设开悟吗 那为什么只有加设 微笑 其他开悟的人不笑 其他开悟的人呢 他们不是开悟的吗 开悟的年纪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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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叫做公安 我今天 我今天 问了 说不定你开始 就会思考 这样对不对 这样你懂了 对 这些东西 你看过啊 但是你不见得 你还是乱过而已 对 但是你没有 但是你没有 去思考啊 所以曾经有个禅师 他的弟子 同样问他这个问题 你知道那个禅师 怎么回答吗 他说 因为大家色 在嘲笑 释迦摩尼佛 你也可以笑 你也可以笑 但是在笑什么 你自己扪心自问 诸位 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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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思维模式 你再去读佛经 你依旧是 你了解吗 好 各位 所以 所以你看看你 你读了佛经之后 你看事情 原来上跟你还没学佛经的思维模式 原来上还是一样的 我不盖你 你都没有办法看到自己 你的盲点 对 所以你在怎么看你 还是你 那现在就会告诉你说 看事情不要这样看 各位看事情 请你不要这样看 而且会误的人 都不见得先学佛的人 而且会误的人都不见 是读很多佛经的人 反而有一些没有学佛的人 一下子就领悟 各位要不要我给你做个示范 各位要不要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来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比如说谁有在道场 几手 谁有在道场 好了 现在这样了 好不好 现在假设 现在假设你现在就在道场了 好不好 现在道场没有人 就只有 就只有这个 心河 你刚好 你刚好在这个道场 然后我是一个没有学佛的人 好不好 那我现在进来了 我现在进来了 然后一般你的习惯 只要是有人进来 你会先请他先礼佛 好不好 各位那你现在注意看 我没有学佛 你一样这样招待我 好 比如说我进来了 来 为什么要礼佛 为什么要礼佛 那礼自己的佛 那你现在要带我去哪里礼佛 诗姐 你 我再请教你 你怎么在傻笑 诗姐 诗姐 你在讲啊 你 诗子 你说的 甚至 然后呢 这样不能当 对不对 知课师 你知道吗 我没有学佛 我这样问没有错啊 对不对 他叫我去礼佛 我问他说 为什么要礼佛啊 对 其实我呢 我不会一样 对啦 对啦 做啦 喝完之后 然后呢 不一定要聊 不一定要聊佛法 对不对 好 我们重来 好不好 重来 出一篇了 重来 对啊 不是放火草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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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浮屠 道场 这个道场 是浮屠 道场 好 我现在 对 我现在进来的 你就请我坐来 来 好好好 我喝完了 我就问你了 好不好 诗姐 你在这里 做什么 奇怪 你们不要想的老半天 然后 各位 你看 有没有 来 来 重来 重来 你跟我的对话 全世界人都听得到 因为有上三星学院的网站 来 我们重新回答 对不对 来 就是按照一般 其实不是要考你 而是希望你能够领悟 你们都不知道 还在退给别人 师父你问他 你问他 对不对 来 重新来 师姐 为什么坐在这里 哎呀 各位 对不对 我现在问下去 他现在已经 他已经开始回答了 他已经跟他之前的回答 已经都完全不一样了 我找另外一个人 我找另外一个人 来啦 找你啦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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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那我现在进去 好不好 好 我进 师姐 你好 然后呢 师姐 你要服务我什么 好 那师姐 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当 当志工 那你为什么不要在其他宗教当志工 那师姐你为什么不要在家里面当志工 好 然后师姐 对 你讲得很好 你最后跟我 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什么叫做志工 大力士 那是要吃泼菜吗 好 好 好 来听 这位我现在 我跟你讲 谈了太多道理 对方不能领悟 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拼命跟他回答 对方不能领悟 各位对方不能领悟 严谨意该 才容易去触动别人的心 你知道吗 你一直在解释 这个就是 各位 我们有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不会讲话 人家问他 他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一种人 他可以一直解释 有没有 你就是一直解释 但是这两种你都 你都不会让别人悟到 好 各位这样种 你都不会让别人悟到 我做 我对 我做 我做一个 辟一就好 有一个学人 问禅师说 什么叫做般若 各位 我们的脑袋就开始解释 什么叫做般若 对还是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一般人就是开始解释 各位 你解释什么叫做般若 你在讲的 你在讲的 你在讲的多么清楚 他还是没有智慧 他还是没有办法升起智慧 各位 你解释什么叫做般若 做什么 各位 就好像说 我一直告诉你们 这个课程 我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各位 你注意感觉到 你真正有升起智慧吗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想要听 各位 我是因为你一直想要听 我才不得已要讲给你听的 你知道吗 不是我很喜欢讲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社会模式吗 只要这个答案你懂 你会拼命的解释 这个答案 解释完了之后 你也不能启发别人 而且本身来讲 当你一直解释他的时候 你到底真懂吗 你不见得懂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还是济问之学 所以当学人问禅师说什么 叫做般若 那个禅师跟他回答说 眼前都是 那个学人说 那我为什么看不到 那个禅师说 因为 你有我 所以看不到 那诸位 我们一般比较聪明的人 就跟那个学人一样 比如说 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问蔡君士说 你悟到了吗 如果蔡君士比较聪明 比较快了 他就反问我 似乎你悟到了吗 有没有 很多人是不是常常这样问 很多反应很快 比较聪明的人 是不是会反问对方 那你悟到了吗 那个学人也一样 因为禅师跟他讲说 因为有我 所以看不到 那个学人就马上 问那位禅师说 那禅师你看到了吗 那个禅师就跟他回答说 有我 有我 都看不到了 现在有我 还有你 更看不到 对的 有一个我都看不到了 有没有 那你现在还 你现在还在加一个 加一个你 那你不是更看不到 然后那个人 那个学人就说 那禅师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 没有我也没有你 就能够看到 那个禅师就跟他讲说 没有我 没有你 谁看到 各位谁看到 各位你听这样的对话 原则上 他不是像我们偏偏解释 对不对 他不是解释 各位 他不是解释 你要 你要注意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领悟 是因为我们都是这种脑袋 所以你不能领悟 你今天要跳开这样的思维 思维模式 不要 不要认为理所当然 各位不要认为理所当然 各位 这个理所当然 常常会 常常会害了你自己 对不对 觉悟 然后你一辈子都是觉得 好像也没有什么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好像很多人在 在读经典 对 他怎么读 他都 他都觉得 好像读不出味道来 各位为什么读不出味道来呢 为何呢 因为他每天在念都是理所当然 如是我 我一直佛在 有没有 就是这样念 理所当然 那读不出味道来 那读位 你看这件事情也是这样看 你看经典 你的脑袋有改变吗 你的脑袋应该跟看事情的脑袋还是一样 所以你在看经典也是一样这样子看 那所以各位你们现在可以稍稍再体悟到吗 看事情不要这样看 各位有时候呢 各位你要思维一下 但是我不是叫你说 我不是叫你一天到晚看到什么都是思维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有一个东西触动你的时候 你思维那个东西 一直到你 懂了为止 就是指思维那个问题 一直到你懂了为止 各位到你懂了 到你懂了 譬如说 譬如说我是谁 各位 当然一样嘛 我一定是我嘛 各位 我一定是我嘛 那一样的道理 那既然我一定是我 那就代表说你一定认识我吗 如果你回答是 那你为什么不开悟 好对不对 那如果你回答说 那就代表我不认识我自己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严重了 是啊 我跟我自己相处一辈子 为什么我不认识自己呢 各位 这个事情你不去弄清楚 然后你专门再关心一些呢 其他比较你觉得不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你这样不是摆错地方了吗 你真是摆错地方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就是回答这个 蔡居士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一个问题去思维 你才会有所触动 你才会有所领悟 那禅的角度是偏向于物 一般的学佛 都偏向于定比较多 一般的学佛 好接着我们 我们请各位翻开六组谈经 第一百二十五页 我们还是从这一首祭颂开始来谈 我们看第五行 好听吴记耶 心迷划划转 心悟转划划 送进酒不明 以意作仇家 那个仇 等同仇人的仇 好 那各位 那我们 我们现在从这个 从这首祭开始来说 各位心迷 划划转 各位言诚上 各位 你现在看经典 你以什么样的心看经典 所以 各位我们现在大概都是以什么心 应该是以呢 对不对 心迷的心 有没有 来看经典 所以当我们以心迷的心来看经典 那诸位 我相信你大概都是被经典什么 被经典转 被经典转 各位 各位譬如说 譬如说 各位 这个譬如说 你看的这 比如说你看的地藏经 然后地藏经跟你讲说 如果家里面 供奉地藏王菩萨 有没有 对这个家里面 得有多大的利益 你说不定 可能会到佛教文物馆 去买尊什么 地藏王菩萨 因为地藏经都这样讲 有没有 好 那买回来了之后 你家里到底有没有比较平安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地藏菩萨买回来之后 接着 接着你的隔壁邻居 或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亲戚朋友回来 只要跟你讲一句话说 家人 家里面没有人在 地藏王菩萨了 对不对 这样一讲下去 你的心就开始什么 就开始乱了 有没有 本来是 是买一尊地藏王菩萨 对 要让全家大小平安 然后现在 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对不对 这个家里拜地藏王菩萨不好 你的心就很乱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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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那你是要相信地藏经 还是相信别人讲的话 既然你已经相信地藏经 你在乱什么 你不懂 不是啦 我现在不是讲你的家人 我讲你 是你买回来的 对不对 你买回来 别人这样跟你讲 你的心在乱什么 不会乱 应该不会乱 啊 电力高兴器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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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乱 对啊 真的是这样吗 那以后不要再问我问题了 知道吗 以后不要再问我一些 有的没有的 怪力乱神的问题好不好 各位 有没有 那诸位 那我问 那我 那我现在 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已经相信地藏经了 对不对 啊 你信对 还信错 所以诸位 嗯 也就是说 你的信 你的信呢 有时候还是心里地藏转 心物呢 转地藏 这样了解吗 各位啊 对 他 他这种性只知其一 有没有 却不知哪 齐八九 各位 齐八九 地藏经 地藏就是你的心啊 地藏就是你的心啊 我在讀地藏经和讀心经都一样 好 各位地藏就是你的心啊 啊 啊你心 啊你都供奉地藏王菩萨那尊 啊你这尊有供奉吗 各位 我供奉我这尊哦 才会平安啊 我供奉我这尊啊 各位 我供奉我这尊 我才会平安 对 如果我没有把他供奉好呢 我马上就不平安 啊 我马上深口意 就会召了来一些事事 灰灰 他会让我一辈子很不平安 啊 啊 所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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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地藏經敢說看日子 地藏經敢 所以敢不敢信道 你敢真的信地藏經 地藏經如果沒有這麼說 你怎麼會假扑 所以你就 所以你就要不夠相信地藏經 你看他马上自己就自打嘴巴了 他就落开了 好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这么说 各位为什么我们会被经典转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一直在研究经典的文字 各位你一直在研究经典的文字 各位譬如说 各位譬如说 各位譬如说你看到经典 他告诉你 比如说你看到那个白法明门论 白法明门论跟你讲说 哎呀我们自己内在有善心所 也有不善的心所 这个不善的心所当中 有六个根本的怀恼 二十个随怀恼 所以总共呢 二十六个随怀恼 其实那二十六个就是不善的心 然后接着你就开始去研究解释 有没有 什么叫做贪啊 什么叫做撑啊 什么叫做嫉妒啊 什么叫做无惨 什么叫做无愧 你们读经典就开始研究了 对不对 然后读完了之后很高兴 说什么 说哎呀我已经读完了 如果你跟我考试 我二十六个都能够解释一百分 能够把白法明门论那一百个 讲出来 各位能够把那一百个讲出来 然后自己就很高兴 觉得说我已经读完了 就是这一本经 或者这一本论 我已经读完了 好像可以读什么 读其他本的 那各位 我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 你现在可以看到你所有的缺点的人 请举手 我相信 应该是少之又少 看到你 看到 我现在不要讲 讲所有了 看到那二十六个的举手 各位我们的缺点 不是 我们的恶念 不是不止二十六个 我现在讲那二十六个 你看得到吗 你有看到吗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没看到 应该是没看到 对不对 但是书 这一本书你读完了吗 你读完了 各位 这样读经典对吗 你读经典的意思 不是要这样读的 但是 但是很奇怪 各位 你蒙心之问 你很多 你很多时候这样读经典 都是这样读的 各位 不是这样读 不是这样读 而是什么 而是我真的能看到 各位 所以 所以当我看我的心 就好像我在读一部心经 或是我在读 白法明本论 或是我在读 六祖谈经 我看我的心 就好像在读这一本经一样 这样 各位 一直读 一直读 新的迷思 消失了 新的悟性 就升起了 各位 新的悟性 你就起来了 对 你要 各位 你要会这样读啊 那我现在 我现在详细来跟各位说 就从现在开始 就详细来跟各位说 怎么读 我们心是很抽象 那我现在用图来具体 跟各位说明 大家先听我说 我再跟各位讲说方法 这个读位 我们每个人的心 就是第一个图 有没有 很乱 杂乱无章 各位 你只要静下来 看到你的心 就是这个样子 那 那我们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 看他的心 也是这样 我们学后的人 看我们的心 也是这个样子 好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学否学了那么久了 你看你的心 还是这个样子 那你不觉得说 你这样白学吗 有没有 你为什么学那么久 你的心 还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嗯 也就是说你 你的心的状态 你都没有改变吗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在想什么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我用不知道来形容 对不对 因为你明明知道 不该做 你也去做 你明明知道 你明明知道 该往右边的 你就偏偏往左边 所以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 你就是不知道 好 那现在 各位 但是 但是接着 你要更静下来 看看你的心 原来呢 各位 原来你的心 有善念 也有恶念 但是绝大部分 都是恶念 绝大部分 各位 你一定有善念 有恶念 但你绝大部分 都是恶念 一般我们都觉得说 只要是不害人 就好 有没有 各位 我们一般都是 只要不害人 就好 诶 诸位 但是你在害你自己 各位 你看到吗 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自杀吗 有没有 你要说说看 为什么不能自杀 来 心里 你说说看 为什么不能自杀 因为不可以杀佛 你自杀就等于什么 杀佛 这样知道吗 各位 以后想要自杀 你就知道 知道不可以杀佛 知道吗 诶 各位 那一样的道理 我又没有害人 但是你害自己 只要你的念头 是伤害你自己 都是不对 伤害别人 就更不用说 有没有 伤害别人 当然是不对 但是伤害自己 当然 当然 对不对 意思错 那各位 那你想想看 你到底有多少念头 在伤害你自己 各位 比如说 天气这么冷 多睡一下 是三念还是二念 是二念 对 既是放逸 也是懈怠 对不对 你说 这不要紧 不要紧 那都你自己 一句是说 你太不了 你太不了解 你现在在想什么 你太不了解 这个念头 正在伤害你自己 你都总是觉得说 无伤大雅 难怪大家都 装甲雅 对不对 诶 各位 什么叫不要紧 各位 什么叫 什么叫不要紧 所以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各位 这个时候 你会 你会 你会清楚的看到 你的恶念 是多于善恋 你会很清楚的看到 但是 诸位 但是问题 你只停留在看到 比如说 有很多人 会这样跟你说 哎呀 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缺点 各位 讲这句话的人 就代表他能改过吗 他不会 各位 比如说 有人跟你讲说 我很 我知道 我自己很自卑 那就代表他自卑能改过吗 不一定 那现在一样的道理 那之位 那你现在 你现在要从这里看到这里 来 各位 这个就 开始就难了 这个就难了 现在 现在只看到自己的不善念头 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 所有的不善念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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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看到 那你可以按照 我们那天所讲的 26个 有没有 这些的怀恼 因为是不善念 所以造成你的怀恼 一个 一个 让你看到 你觉得简单吗 现在只谈 让你看到 不是 你都还没改 对不对 看不到 那就 根本 根本连改 也没有机会改 各位 就像 就像你洗一件脏衣服 对不对 那你不知道哪里 滴到墨水 那你怎么洗 你一定要先看到 你才有办法改 但是你连看 你都看 你连看 你都看不到 对 那你连看 你都看不到 你说你要怎么改 现在让大家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 休息的时候 上话中 是顺便看看 上话中 顺便看看 你先看到几个 好 来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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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